当奥运会过后,我们两个都没有交手 不管是中国球迷,我觉得全世界都很想看我们打这场比赛 但是我本身来说,我也希望我们两个能带好 就是全世界的鱼毛球会更精彩 会更很多人更喜欢这个鱼毛球 不想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吧 然后我觉得我承受了很多年 就是每个人都说,为什么你每次都是大比赛会拿第二 然后我觉得不是我想拿那种第二 我也很想拿冠军,一路都是领先还是做我巨大的努力 但是我自己都知道很想拿那个冠军 我觉得我自己都很难受 但是没发生,就是我每个比赛大比赛我都会做我艰苦的准备去拼 拼到底,就是成绩,就是结果,就是每次都是在决赛输掉 然后我觉得有时我就会内疚,我也很难过 打完八抢四抢,然后别的报导就问 你会觉得马来西亚就剩你一个人吗 我觉得我打的那个,出国感受很辛苦吧 我也希望我的队友能比我更好的成绩 还是陪我一起过的八抢还是四抢,我也很希望 因为我觉得每次比赛来说,到了八抢这四抢的时候 我觉得我很孤单,然后每个队友都回到回国了 就留着我一个人跟教练吧 但是我也希望我们的队友有一个很好的成绩跟我一起吧 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以毛球生涯都是很短 然后我也希望我们的年薪修员会很快的上来 然后我也是会慢慢的走下坡很正常,然后我会退下来吧 每个人媒体都很想知道,你觉得这个世界比赛很重要吗? 我觉得对我来说很重要,不是对我自己,对我的国界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没有,马来西亚没有赢过世界冠军 我本身来说我也是希望我来广州能打每一场打一场好的比赛给球迷啊 广州的球迷,还是全世界的球迷看吧 我觉得冠军是一个,但是觉得慢慢的退下来,我很想享受一球 但是我觉得到菲格跟皮特盖德现在退下来,他想享受一球都没有了 想交手跟好的球迷就没有了 然后我希望现在跟很多那种,比如是林丹啊,成龙啊 就是,杜鹏鱼啊,还是谁有机会交手的时候 希望能好好的就是享受一毛球吧 每个人都很有他的梦想,我也想突破马来西亚的纪录 但是,我觉得因为我刚生了小宝宝 我也没有什么时间在家里啊,陪我的老婆跟孩子 但是,辛苦了辛苦了这么多年 我觉得想顶下去,还是最多,还是做2016吧 还有三年,就是想顶下去 下2016过后,下来的时间 我觉得会慢慢的去享受,跟我的家庭的生活吧 是,是,是 三年,是,是 三年 那,还 Vou说一会儿 是,是,几乎都很大 有失望的 是,几乎都很大 是,几乎都很大 是,几乎都很大